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必须清楚自己的执着 也了解自己下意识的执着 你才可能成为情绪的主人 成为情绪的主人 必须放下执着 情绪的掌握 是跨入更高层次生活的第二步 对于多数的灵性追求者 情绪 经常是令人讨厌的绊脚石 是必须学习的一件事 一个头脑 沉着 平静的态度 如同宝库中 填满着最罕见的礼物 这礼物 这礼物 胜过所有世界上的金子 美过 宇宙里最罕见的宝石 让你的头脑 成为上主的住所 一个充满 一个充满十项之光的地方 头脑 头脑统治情绪 一个安宁的头脑 意味着 一个平静 不情绪化的人 以严格的头脑 观看每一个情绪 不要让任何最轻微的失控 划过头脑的看管 统治你的情绪 如同你统治你的身体 不允许外在事物影响你 掌握沉着与中庸的生活态度 不让任何人事物颠覆它 精准地统治你的情绪 不让生活的苦乐 上下推及你 将你的步伐 踏稳 走向上主之光的道路上 跨越任何障碍 跨越任何障碍 区别生活中 真实和虚幻的事物 放下不重要的 留下重要的 要明智 要激紧 渴望真理 只因为真理能帮助其他求到的人 寻求智慧 知识 喜悦 美 爱 和力量 只为了帮助其他 被绊倒在路上的 追寻安宁者 展现无私的想法 行动 和言语 真实无私地 给予人喜悦 他所带来的幸福感 无可比拟 影自风吟华美的生命之悲 过着不朽的生命 感受充满生命力的人生 成为生命力 成为上主 完美的展现 爱所有的生命 爱所有的生灵 成为助足人士的上主 展现 展现上主 全然的神性 活在所有上主 为你准备的荣耀里 所有加持 和力量 都是你的 上主伸出 他爱的双手 满满珍贵的加持 和礼物 接纳他们 不要弃绝 不要摒弃 这满在加持者 上主 唯一的要求是 你 以展开的双手 接受 用展开的双手 给予 永远的展开 永远的展开 在给予中 发现生活的喜悦 在爱中 发现上主的泉源 活出生命中 所有的光辉 放下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放下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开始给予 开始给予 爱 接受 只为了再给予 醒来 醒来吧 灵明的孩子 活起来 要明智 要明智 要激紧 学习生命的课程 学会大师们的思想 行动 言语 和生活方式 其他的 都必须放下 这是上主的旨意 帮助所有求道者 不忽视任何一个 每一个人 都必须有他们的机会 随时准备 表达你的善意 给予帮助 把握每一个机会 忘掉自己 放下全部 只记得 上主 和实相 明白万物同一体 生活中 唯一重要的是 真理 实相 在通往上主的道路上 所有的考验 困难 喜悦 和哀痛 仅仅是为了训练 身体 情感 和思维 的掌握 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终点 所有真实的生活 都是内在神性的展现 放下所有 其他的小事 锁定目标 得到远紧 握紧 别松手 即使在 人类短暂岁月中的 一个片刻 要明智 过着智者的生活 放下无知者 孩子气的话 找到生命的真谛 展现它 放下他人的评论 但是 以爱 看待它们 因为 它们 是你的一部分 它们 是上主 它们 是爱 它们 是万有的一切 看待它们 在那里 在家里面 那里面 有的一切 有的一切 它们 是 不够 那里面 的一切 感谢观看